185章 碧轩格 故而惊醒 最后他们得知 他是从外面来的 第一时间问的是 传送证的事 听他说 林海这里没有传送证 还很失望 看来除了碧轩格 这里的修士 也被困在这一块小地方 不得进出 所以才对传送证 如此感兴趣 如此看来 这林海的修士 也没有途径地离开 不通过碧轩格 规框母 估计不太可能 心中斟酌完毕 墨天歌脸上 露出了恰到好处的惊讶 三位 难道这里没有出去的传送证吗 或者出去的路 那黄志峰摇了摇头 苦笑道 叶姑娘 我们也不瞒你 我们林海是被天魔山脉 隔绝在东海的小地方 我们的西边就是魔道 东边是大海 根本就没路可以出去 墨天歌脸上更惊讶了 惊讶中还有一些惊慌 那怎么办 我 我还要回昆武 一直没说话的岳阳开口了 叶姑娘不必着急 你若是难修确实比较难办 可你是女子 完全可以求助碧轩格 嗯 墨天歌脸上露出不解 叶道友这话是什么意思 碧轩格有传送证可以出去吗 为自民接过话 没回答反问道 叶道友可知道我们林海修仙界的事情 墨天歌点点头 我到了此处 先打听了一下 大概知道一些 为自民继续说 我们林海 碧轩格是唯一的门牌 而且还是个女修的门牌 说的此处 他脸上浮起一丝尴尬 所以女修的身份要比男修高些 女修只要有林根 就可以进碧轩格 可我们男修 要么林根很好 要么修为高了 才有可能被碧轩格 收为门外弟子 而且与女弟子双修之后 才能算作真正的碧轩格弟子 外面来的修士也是如此 这些年虽然很少 但偶有外来修士 若是女修的话 要么被碧轩格招揽 要么付出一定的代价 让碧轩格送出林海 可男修就没这么信任了 想出去 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所以 叶姑娘你 完全可以求助碧轩格 也许他们愿意放你离开 墨天歌沉默了一会儿点头 原来是这样 多谢几位道友告知 黄志芬犹豫了一下又问 叶姑娘 你的修为比我们都高 想来碧轩格一定会招揽你 你在昆武如果只是散修的话 倒不如加入到碧轩格 碧轩格是女修门派 对女弟子十分照顾 如果你加入碧轩格 说不定还有住击的可能 墨天歌露出为难的神色 可我想回到昆武 为自明的 叶姑娘 如果你不想加入碧轩格 而想回到昆武 我倒是要先提醒你一下 说到此处他顿了一下 确认周围有个阴姐姐 才继续说 碧轩格在我们领海时代 向来说一不二 如果他们真的招揽你了 你要不答应 恶怒了他们 那对你可没好处 为自明说得很委婉 但墨天歌听出来了 他话中的警告 看来他原先的猜测没错 碧轩格不但是大 做事还很霸道 轻易得罪不得 他想了想向这几人笑道 多谢几位道友提醒 几位道友都是本地修士 难道 从来没有出去过吗 黄志峰苦笑 不瞒姑娘 我们几个都是本地 小秀仙家族的 别说我们没出去过 家中长辈 也没一个出去过的 哎 都是领海这特殊地形 我们领海的修士 大部分人 一辈子都没出去过 可有什么办法呢 只有碧轩格有办法出去 他们又不肯 开放陈颂证 为自民接着谈 我们这些人最大的愿望 就是修炼到练起十层 能够进入碧轩格 再筑集成功 与碧轩格 女弟子双修 这样才能得到出去的机会 烈阳满脸向往的说 听我爹说 我们月交祖上 有位祖先 曾离开过林海 回来 回来告诉后辈 外面的世界很大 单说宽武 整整一条山脉 足有数万里 从东到西 像我们这样的练起修士 要走上到半年呢 外面也有好多的修仙蒙派 我的祖先说 外面高阶修士中 男修比较多 女修反而 说到此处 岳阳收了话头 有些不好意思的 看了墨天歌一眼 叶姑娘 你别介意 我随口说说 墨天歌笑笑 没什么 列导游说的是实情 在宽武 却是高阶修士 来修较多 看他没有介意 岳阳感激地笑笑 又好奇问道 叶姑娘 你是昆武来的 能否告诉我们 一些外面的事情 哦 这个 西部导游想听什么 听他愿意讲外面的事 这三个人 都是眼睛一亮 为字明问 叶姑娘 昆武有多大 真的有很多 修行门派吗 最大的有几个 是不是有很多 原因修士 这位自明 还真是心急 一下就问了 一串的问题 墨天歌笑道 味道又别着急 我想想 嗯 昆武有多大 我也不知道 如果以 筑基修士的脚程来算 飞行各八月 才能从东到西 练起修士的话 确实如月导游所说 要大半年 这样算来 最起码有几万里 可能还不止 昆武的修仙门派 大概有数百个 其中大部分是小修仙门派 整个门派可能只有几百人 修为最高的 也就是筑基起 但是大门派的话 练起弟子数千 筑基弟子上百 原因修士也有数人 哇 这么多人 愿扬惊叹 碧轩格也只有差不多一千的弟子呢 筑基修士也只有几十个 是吗 墨天歌趁机问道 那碧轩格可有结单修士 愿扬点头 碧轩格目前有三位结单修士 哦 如此的话 放在宽武也是个中小门派了 三个结单修士在宽武并不算什么 当初的云雾派 亦有七八名的结单修士 云雾派也不过是中等门派而已 像这样的中等门派 若是有原因修士 可以发展为大门派 若是没有 也只能维持中等门派的格局 听他轻描淡写的语气 为自明的人惊奇道 碧轩格在宽武 根本不算大门派嘛 那宽武的大门派 是什么样子的 是不是有原因修士才算 墨天歌点头 不错 别说大门派 宽武势力大一些的中等门派 都与原因修士作证 估计整个宽武 大概有五六十位原因修士吧 其中大半都在七大门派 七大门派 黄志芬道 我听说过 天极七大门派 有六个都在宽武 他们势力非常大 门派里原因修士也有很多 墨天歌摇头笑道 那里会有很多的原因修士 原因那可不是那么容易达到的 号称天极第一宗门的天道宗 也不过有七个原因修士而已 这还是他们的颠纷时期 七个原因修士 三人脸上都露出了向往的神情 原因修士对他们来说 只不过存在禅说之中 碧宣格已经很多年没出过原因修士了 天说除了创派失足 只有千年前出过一个 做话之后就再也没人能冲上原因期 就连结单的也不太多 叶姑娘 能与我们多说说七大门派的是吗 如果说原来他们的态度是客气 那么此时已带了亲近讨好 虽然说这三人是修仙家族子弟 而墨天歌自称散修 可他们困居领海 他却来自宽武 见过的世面比他们多得多 墨天歌笑道 当然 这没什么 天极七大门派 天道宗 玄清门 古剑派 正法宗 碧云宗 灵寿门 丹顶门 其中正法宗困于几北冰川 在宽武 只有一个分脉 天道宗 号称天极第一层门 人数最多 足有六七千的恋级弟子 墨天歌一边对他们说些外面的事 一边慢慢地提及碧轩阁 这三人见他爽快 自己也毫不保留 把碧轩阁的事对他说了 领海不算很大 只有这么一个大城 周围住着数万渔民农户 因此 碧轩阁的规模也不大 算上外面弟子 碧轩阁 总共的弟子数 也就勉强 上千数 住基修士 只有三四十位 杰丹修士 有三人 原因修士 则很久没出过了 三位杰丹修士 其中有一位杰丹中旗 其他两位 都是杰丹初旗 碧轩阁的行事 历来十分霸道 因为他们是此处唯一的门派 一门独大 难免高傲 累得散修 往往高高在上 唉 为自民看到 可惜我们出不去 若是能出去 必定寻个门派苦修 哪里会被一群女子欺恙 听着此话 墨天哥抬了抬眼 我一道又觉得 被女子欺压 意识到自己说错话 为自民连忙笑道 叶姑娘莫要误会 只是 毕轩队 毕轩阁行事 着实有些霸道 平日在临海 说一不二 我只是有些 墨天哥笑了笑 欲气淡淡 就算毕轩阁 不是女子们派又如何 但凡事大 难免霸道 并不独视女子而已 是 月姑娘说的是 为自民陪笑 我失言了 墨天哥摆了摆手 没什么 顿了顿他又叹道 不说别的 这毕轩阁的创派师族 着实咬不起 女子修仙 总是愧于情感 不够决断 这位创派师族 居然能在此 建立如此基业 也是很难得了 这是他的真心话 昆吾也有女子们派 但却没有一个 像毕轩阁这般是大的 大都只是受制于人的 小门派而已 毕轩阁在此一门独大 虽然是地形因素 才能建立起这样的门派 也不容易 那倒是 黄志峰眼中露出了 钦佩之色 虽然看不惯 毕轩阁行事 可提起毕轩阁的 力派师族 我们临海的人 没有不服的 不止黄志峰 连那岳阳也点头 黄兄说得不错 毕轩阁的力派师族 可是我们临海 修饰心中的 明灯偶像 哦 墨天歌颇感兴趣 倒有 可否与我讲讲 但结衣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小明星 小明星 可宅 你 感谢观看